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最近很多人都喜欢泰国东西的佛牌或是一些纹身的东西 师傅说一个不是类似 证实了是泰国降头的东西 有一位女士打电话给我们求助 你知不知我们人里面如果得到一些不如意的病 你觉得是什么病除了癌症之外 你觉得是最令你痛苦不堪的呢 皮肤病 皮肤病 是不是 因为师傅也是亲身处理过很多很多的湿疹和皮肤的病 是啊 我几恐怖都见过 可以纤扰很多 是啊 是啊 可以纤扰很久 现在我其实师傅说这个不是皮肤病 而是痛症 我一直都在痛 那个位置 不知为何痛 痛症 原来痛症都可以令你生不如死 真的 生不如死 sorry 生不如死 为什么呢 我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 我接了个电话 有位女士说她有个痛症 纏扰了自己十几年 很可憐 那会有痛呢 其实不止十几年 她告诉我一路厉害的 直到她找我之前 真的差点来不到 我说 最好你找朋友和你一起来 是 是 是 当时有个女士陪我一起来 参陪她过来 她声称当时在电话 就是说 她自己的痛症 连医生都破解不了 即是看了很多医生 专科都看了 又不知什么事 没错 没错 你最后那一刻 你猜要去到怎样呢 医生说 即是没得医 不如你去精神科 可能吃精神 不是 不是 即是什么都做好了 照了什么都好 原来就发现 有三四条的神经线 是接驳到自己的背脊 腰骨的位置 那里出了问题 她要你剪掉 癌痛就剪掉了 是什么医生 已经去到这样 即是没有了 但是很危险 你明白 即是一个是 逢亲神经的事 做后话危险 是啊 那女士经常都不敢去做手术 只可以 即是吃药去顶住 但是那些是雷固醇 阴光 是吧 吃到人 屁屁股 很可怜 好了 我们过来先 过来 至少我看了你的气息 但我那天 已经准备了很多 我们是道法的扶章 想着帮她顶住 因为我怕她真的会不会有些邪的东西 会令到你这样有些业债上的东西 可以看到你的气息才知道 一定我们做法科师傅 不可以靠电话 就说你有邪有鬼 中了降头 不可以 一定是要很科学的 即是很客观去 去看一下你本身 真正的人的气息如何 好了 我那天她来到 你猜怎样 是一张A4白纸那麽白 即是会不会是很瘦的 那些 不是 她也有些肉的 但就很白 真是很白 我是做法科那麽久 我未见过一个白 她白到这样 不用去 不需要问她有没有不舒服 根本整个样子就告诉我 她是很痛苦 是吧 是病到一张字那麽白 好了 接着我请她坐下 我再问她的情况是怎样 怎样 她大致上说了给我听 因为我已经做了很多扶章 有止痛的 有帮她是通血气的东西 因为通常 你说她引致你神经痛 骨痛 通常我们道家说 是不能够通经通物的位置 所以我一定有那些扶章帮她 第二 我连破过的扶 其实我都写定的 就是我没有跟对方说 不知怎样的 我意识是这样的 我自己准备定 跟着我看见她这样 真的不对路 我那一刻 我就用 因为我们修佛法 我叫她给一只手我 我 持住她的手 我合掌 感应一下她 OK 我想观察一下她 其实里面有什麽 的吵架东西 我用我自己的方法 各位 师傅不可以在空气之中跟你说 或者在镜头里面说 我怎样做 我用我自己的精神力量 去观察一下对方 你猜我见到什麽 见到 即你合起眼去观察 观察她的时候 没错 用我们的念力去动察对方 我会见到很多东西 我见到三支针 三支针有这麽长 大约一尺长 头部是比较阔 跟着一路沾沾到 好像人家那些叫做 帮人家刺符 刺那些有咒那些 泰国有咒那些 那一种 但是她的感觉是很白色 而带一点很邪的白 她是灰色的 整支针 浅灰色 但是渗透一些很深寒的白色 你明白 冰冰烂烂的 好像干冰 没错 类似 我跟那位小姐说 我什麽都见不到 我打算见鬼有成 是呀 我见到很多东西 没错 我认识到反而 我是洞察到她有三支针 你知道她怎样做 我说师傅你真是准 为什麽呢 我说 其实你刚才说的是 刺乎的针 原来她自己都 没错 原来她说早几年 早三四年 就在 我不说什麽 变成她了 总之她就找了 一个泰国师傅 她就 因为痛症 她亦都要找对方 希望她用她的泰国法去帮她 我说她用什麽法去帮你 我叫她去帮我 刺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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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刺乎在哪裏 我背脚 手 腳 颈 就因为痛症 对方用了这个方法 他声称可以帮她 是的 师母又在 她身边有一个女朋友 她说师母我给你看 我说不方便 我说不怕 即我 即我 背脚 背了背脚 一套很厉害的 很厉害的 刺了背脚 好了 她说不介意 她又穿着一些运动的背心 是 一件T-shirt 她变成了 因高一点 我看 一个很大的鬼王 你问我意思吗 真牙舞爪 当然是一堆泰国的文字 那些泰文 我说我拍下她 她说OK 你拍下她 那我就送回她 给我们泰国那边 即有一些朋友 帮我们看看 立刻告诉我 是钢头 她声称是白钢头 她已经有痛症 她去到别人 反而落个钢头 她声称是白钢头 白钢头 白钢头就是 白钢头也代表不是邪 但是 为什么你要讲钢头呢 那都是一些 她说 我说 为什么你要自己一个 你还是小姐 你为什么要把自己一个 那么好的身軀 你一定要挑一些 黑一些这样的皱纹下去 还有 你加一只那么大的鬼 真的体质有那么大 嗯嗯嗯 鬼王下去 你整天附着 我们道家很记忆这些东西 我们叫刺青 嗯 如果你好像黑到碧咸 那么帅仔 就说 别人那些 只是表面的 你问我意思是 她是怎么样 你知道吗 我告诉你 真的是讲头来的 她是那些 挑到她的皮肤 那些字体 所有 凤身有刺青的位置 是 都是凸出来的 哇 那别人跟你 你放了一些什么东西 你根本就不知道 那不是普通的 不是普通的东西 不是普通的东西 因为我自己也有个弟子 是做文身的 就是做学经济班的 他跟我说 也不是简单的东西 OK 那好了 那接着 我说就算是 他说 那只鬼王会帮他 吃了那些 冤親債主 那我说 行不行呢 那你四五年之后 你都走来找我 那就是不行了 嗯 自己还背着 没错 还有颈 嗯 原来那些脚都可以 引起腹部给他看 又是那些鬼 是不是 那我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那因为 好像我们道家那样 我们用符已经可以了 需要 需要一切一切 是的 最多就是用珠沙 和你封身 我们帮你封身的 都是符咒 是一些利益利的东西 不是 弄一些鬼怪怪的 是不是 我说 那你自己就背负着 这样的东西 还有 跟着他在他家里 怎样 帮他不停摆 不停摆 还切了个壇在他家里 那个壇不会是鬼怪怪的 是顶那些东西 我说 那你就死不死 OK 那我这部分 我就skip了它 不讲了 为什么呢 人家是用各司各法 我只是这样讲 是的 但是 他如果是可以的 他就不会令你继续痛苦 是的 那你还牺牲了自己的身軀 嗯 是吧 那好了 但是我左听右听 没有可能的 我说 你住了这间屋有多久 嗯 他说我住了这间屋 都接近20年了 嗯 2000年左右 到现在了 整20年又多了 他说 那我说你自住的 自知物业 我说是自知物业的 那他入住了之后 没多久就跟丈夫来有婚 哦 如果这样计 但他自己有份正常很好的职业 不错的哦 那我就再去追查下去 为什么我一定要不断去追查呢 我说 你自己没有落过小孩 他又说没有 那我说你妈妈 妈妈整八十多岁了 问不到 那我说 那爸爸呢 爸爸已经走了 嗯 他说不出奇了 爸爸走 因为爸爸也是花花公子的女 哦哦 那不出奇了 也是抛弃了妈妈那些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那些追不了 为什么师傅要这么追呢 因为如果真的 你自己犯了一些 有婴灵的罪业的 那他一定会搞到你很多暗疾 和婚姻不如意 諸如此类那些东西 那好了 那当师傅skip了这个东西 嗯嗯嗯 变成我一怀疑呢 我怀疑你的房子 嗯 就是去看了 是的 那我说小姐 我现在帮你破了 我先做一次 我就帮她用扶法各方面做 那如果这一件事都不行 就有可能 就是帮助你不得大地计 那有可能就是你的羊集出了问题 嗯 一定要帮你看 嗯 加上可能你的组业的三分 也是有问题 其实那几条线 就通常是这样追查下去的 嗯 那谁不知呢 我去好了 我说师傅你真的要帮我搞一盒 看一看了 那我就上去帮她 扎了日子上去帮她看了 一看死火了 原来真的盘是不行的 盘的意思是 是的 他本身这间屋的名堂呢 就是同一个屋苑去对住啊 嗯 看到一个小小海的 是 即是她很多座的嘛 嗯 跟着自己其中一座 跟着走不走 很多座的嘛 那座与座之间 她都是有一个分开的位 那形成了她呢 就变成了一个天斩杀 总共有四个天斩杀对着自己 哦 由个厅去到主人房 四条沙 没错 四条沙 大厦之间 形成了一个天斩杀 那天斩杀有些什么 对屋主有些什么的不好呢 会对你的身体 会有极大极大的影响 嗯 有很重的病 甚至要做手术 嗯 见血缸 那另外呢 就一定会使你呢 如果你有婚姻生活的 一定会破坏你的婚姻生活 嗯 我见过几件事都是这样 那另外呢 就是你一定是会 身体一定会出了大问题 谁不知也是 嗯 中了了 好了 接着再开一个盘一推 那谁不知呢 她的原生盘 即白云计 因为她是白云进去的 白云计的原生盘 二黑正正在厨房 哦 厨房 二黑在厨房 厨房是要来煮食的嘛 那你天天都要去 是吧 最少 不要说早晚 起码晚上的餐都要煮食 是吧 是吧 那变成了呢 二黑是什么呢 二黑是病 病符来的 嗯嗯嗯嗯 一粒是对自己身体极差的一粒病星 OK 这是第一 第二件事呢 在当年的榴莲飞星 那个二黑正正在她的大门那里 在一个笔位 嗯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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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当时她是最痛苦的 最痛苦的 是吧 因为她是大门 你天天都在那里出入的嘛 那就动起了一粒星的力量 是吧 那好了 真是 禍不丹痕 阿师傅什么禍不丹痕 她的五黄的原星盘呢 正正也都在她家的三分之一 騎了她家的三分之一 另外呢 那年的五黄呢 也都在她家的三分之一 多些少少 晚晚都在那里睡 那二黄五黑就必相主 是吧 二五交加必相主 那糟了 那你也都在那间房 两粒这么大的灾星 还有 五黄背后有个 有个元素 就是五鬼 就是说你这间屋 你躺着这个位 你就会充满了一些 很古灵精怪的东西 会出现在这间屋 嗯 是吧 那好了 加上天斩杀对你的迫害 是吧 还有个病星在厨房 也都在大门口 那你一幕泡 是吧 在那一年它爆发到极点 很痛苦 哇 抑了它后面背着 哇 接着我看到家里 这里有个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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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真是壇到我都暈了 我见到明堂 因为为什么明堂 你外面见到天斩杀 是对你这么大的迫害 它下面不差 下面有一个公园的路 就是它的屋苑本身的路 其实明堂 如果不是天斩杀 我告诉你 这里也不差 嗯嗯 因为明堂它下面见到公园 有个平整的公园的路台 那个休戏 休戏的地方 其实可以立到财 和立到健康的 但是偏偏天斩杀 就影响了自己了 嗯嗯嗯 所以说有时候 我们做师傅 就不是说只是听她一面之词 就要看她是现场的情况 变成师傅就是朝着这些目标 去帮她破解了 就是要破解屋里面 就是羊宅到发生的事 是的 又要帮她呢 我offer她搬的 卖去算的 真的 真的 你怎样 你真是 喂 师傅 很多 现在大家都在说 二四年 九孕章智 她有问过我这个问题 嗯 师傅我听你的节目 你说九孕章智 我的九孕就可能不同 是的 那个五王就影响我不到 还有那个二黑 我说 对不起小姐 但是外面的天斩杀 是潜藏 在逼你 没得用东西化解的 可以挡 是吧 我们有乎有食敢当去帮你挡 是吧 但是 她是 那么大型的天斩杀 是潮着你呢 在名堂上面这个外联 是可以令你 其实应该不静止她这个单位 整栋 这个向计 只有左一栋 是看到这四条杀 是的 没错了 你说多阴工珠 是的 很惨的 谁发展商 捉她出来 不可以说的 Carmen姐姐 不知道 哪一区都不行 大家买楼都要小心一点 选之前要找师傅 没错 没错 天斩杀这些东西 出现了很多 我帮客人处理过的案子里面 真的要有一套功夫去帮她做 下一次再跟大家分享关于天斩杀的问题